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11月2日,星期二 这个视频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关于在加拿大近两年以来 现在很明显呈现的一种犯罪形式 加拿大在这个世界上一直以来被人们会认为说比较和平的一个国家 那我们身处于加拿大也确实是来到加拿大以后这些年 能够感受到加拿大的一种人心的一个平和 人们的心境都比较平和,脾气也比较平和 加拿大甚至还以特别喜欢道歉而著称 人和人之间如果是发生一点点的小的摩擦的话 人们都习惯于抢着道歉 就连你走在路上呢,就是说迎面走来 有的时候呢,你们不约儿童的都老是走一边就顶上了 然后你到那边,另外一个人又到那边 连这种情况下呢,人们都争着说对不起 就这样的一个国度呢,这两年却发现呢 越来越多的莫名其妙的一些犯罪 警察呢,管他叫陌生人犯罪 就是人们走在街上毫无关系的一个人,你也没惹他也没招他 你甚至走在路上,你都没有挡着他的路 对吧,都没有任何的冲突 然后呢,他就会袭击你 这种呢,就叫陌生人袭击 那在上个月的时候呢,温哥华的警方就公布了这样的一个数字 就说呢,从去年2020年9月1号开始 到2021年的8月31日为止 在这一年当中 说温哥华呀,就发生了1555起的陌生人袭击 造成了受害者呢,多达1705个受害者 就是有可能一个人同时会袭击好几个陌生人 这叫一起 这样呢,一共是1555起 造成了1705个人受害 那这上个月的时候呢 温哥华的警方刚刚做了这么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呢,已然是大家是相当的吃惊了 就觉得说,哎呀 我们加拿大这么和平的一个地方 现在怎么会出现这么多的陌生人的袭击呢 就造成了我们走在街上防不胜防啊 对吧 那就在上个临近周末的时候 温哥华又出现了一起陌生人袭击 而且这个袭击呢,让人想想都觉得非常的害怕 他这个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在温哥华的唐人街 有一位23岁的女孩 她在一个咖啡馆里面买咖啡 她买完咖啡以后呢,她牛脸刚想走 结果呢,就有一个女的呢,拿针头去扎她的腿 这个23岁的女子被扎之后呢 她就捂着腿,就赶紧报警 还得亏警察呢,就来得及时 当时就把扎她的那个女的给她抓着了 那是一个女的啊,35岁 这个报道没有说这两个人是华人呢 还是任何一个人是华人 什么族裔就没有说 一般来说呢,加拿大他们报道的时候吧 他除非说很重要 必须得说他是什么族裔 一般来说,为了避免种族歧视的嫌疑 所以一般的他们都不报你的族裔 所以不清楚这两个人这里面有没有华裔 那警察来了以后呢 就把这个35岁扎人的这个女的给她抓起来了 这个事呢,引起来了民众的恐慌 人们就很害怕呀 因为他是拿那个针头来扎你的呀 那他那个针头 我们通常来说呢 一个东西呢,它扎到你的这个身体里面 有可能会污染到你的血液的 如果那个针头上有细菌的话呢 它就有可能会把那个细菌就注入到你的身体里面啊 如果有病毒那就更别提了呀 对不对 那谁知道他那个针头上面有什么呢 再不是,他给你扎了以后 有没有往里推入什么东西呢 现在这一切呢,还并不知道 因为这事呢,刚发生没两天 那警方关于这件事呢 就开了一个记者会 警方在记者会上透露的 就更加让大家害怕了,细思极恐啊 因为警方在这个记者会上就透露说 说最近呢,已经发生了四起类似的案件了 就是有人拿针头来扎人 你说这多可怕呢 那这种袭击呢 一种说法叫陌生人袭击 另外呢,警方还说了 有个警官在记者会上他就说 说当受害者和嫌疑人之间没有关系 并且没有导致袭击的事件的时候 就是说他袭击你呢,没有任何的原因 这样的袭击就会被定义为一个随机的袭击 就是袭击人的这个人呢 在人群当中,他就是随机的 他并没有说跟谁有冤有仇什么的 他是随机的,不一定他会去杀谁 这样呢,也叫随机袭击 警方说,这就意味着 嫌疑人与受害人之间 甚至都没有语言交流或身体互动 就是没有任何 人家那个人在那买咖啡 买完咖啡以后转身要走 这个腿上就被他扎了 没有任何的交流 没有任何的关系 说这是完全随机的出人意料的 警方说呢 很显然就扎人的这个事啊 所有的迹象都表明 这是一起针对没有任何过错的 受害者的随机和无端的袭击 警方就说呢 说我们每一天都能看到 四起以上类似的案件 在这些案件中 受害人和嫌疑人都是陌生关系 警方就说 我们很担心受害者的健康和安全 因为我们不知道针头里面有什么 也不知道这会对他的健康造成什么样的长期影响 温哥华的市长呢 在记者会上也做了发言 他表示说呢 他对刺伤事件感到非常的担忧 因为近几个月以来发生了很多企业类似的事件 他说温哥华警察局的统计数据显示 总体上来说 温哥华的犯罪率成一个下降的趋势 和疫情相比 每一类的犯罪都有所下降 或者是保持稳定 但是 随机袭击事件发生的频率 倒是正在上升 由温哥华这个案件 我们再说到整个加拿大 根据整个加拿大统计局 在今年7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当中 说尽管2020年多种类型的犯罪 都出现了相当普遍的下降 但是 与2019年相比 加拿大各种形式骚扰和威胁行为 的发生率却有所上升 这个报告就说呢 这些行为包括发出威胁 刑事骚扰 以及不雅或骚扰通信 2019年的时候呢 光多伦多就报告了 17,323起的袭击案 那今年呢 到目前为止 这个报告出来的时候呢 是10月份 1到10月份已经都报告了 15,737起了 或者会比2019年更多 或者是跟他持平 那加拿大的阿尔波塔省 也报告说 他这个爱德蒙顿市 阿尔波塔省的这个省会城市 叫爱德蒙顿市 爱德蒙顿市呢 就报告说 今年该市的市中心 所发生的陌生人袭击案件 增加了3% 但是呢 总体上来说 这个城市的这种袭击的犯罪率 却下降了4% 就是说 所有的犯罪下降4%的情况下 陌生人袭击却增加了3% 所以说呢 就是陌生人袭击这样的事情 现在在加拿大 是一个上升的势头 是越来越上升的势头 那我看到这个报道呢 就去采访了一些精神方面的专家 精神方面的专家就说呢 因为这个疫情啊 使得人们精神非常紧张 再又是呢 经常是因为要隔离 所以呢 在家里面待着封闭 使得人们的精神压力非常大 就使得有一些人精神出现不正常 大家还记得吗 以前我曾经给大家介绍过 有关专家就说 说这个病毒啊 如果感染了之后 等你恢复了之后 说将来精神不正常的人 精神病会出现很多 精神病会是一个后遗症 还记得吗 不知道加拿大现在出现的这种陌生人的袭击 这些袭击者 他们是不是精神出现了问题 是不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让他们就像刚才那个精神专家所说的 因为疫情的这个环境 给他们压力 让他们精神出现问题 还是说呢 他们感染过病毒 然后是病毒让他们精神出现了问题 总之一句话呢 就感觉这种犯罪 是和这个疫情 这种造成的特殊的社会环境 好像是有关 还有呢 就是看起来 这些人应该是精神有问题 不过呢 我不是很喜欢 西方动不动 就拿精神有问题 为那些犯罪者进行开拓 一个人在社会当中 除非是说他精神有问题 完全不能控制自己 否则的话 每一个人 如果对社会 对他人造成伤害的话 应该负行事责任 不能让他们逃脱 另外呢 我做这个视频 就想提醒大家 如果你在加拿大的话 千万小心 你在社会当中 你在人群里面 你要长起眼来 你前后左右 你要都要环顾 都要特别的警惕 不要有人突然就给你扎一针 你说他这个针里面 如果是有毒物的话 怎么办呢 是不是 还有呢 就是这种事 能在加拿大发生 它就有可能在美国发生 它在加拿大 在美国发生 它就有可能会在世界的 其他的地方发生 所以呢 大家应该特别小心 这个视频呢 我想跟大家聊一下 今天新出来的一个消息 就是呢 美国在10月2号的时候呢 它那个核潜艇 不是在南海地区撞了吗 一而再再而三的呢 给出来一些语焉不详的解释 那今天呢 他们又出了一个报告 说这个调查结束了 给出结论 但是呢 这个结论一出 中国不信 再次成了各个媒体 热议的一个话题 我看到呢 不光中国不信 所有的人都不信 而且中国的智库 又爆出来一个呢 特别说明问题的一个信息 就是美国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还派出来特种侦察机 又在他撞击的那个地方 到那去查看 这个让人觉得非常的可疑 现在呢 我就给大家读一下 美国之音 关于这件事情的报道 美国之音的报道呢 是这么说的 说美国军方表示 经初步调查 海军一艘核潜艇 上个月在印太地区 国际水域发生的撞击事件 是潜艇撞上水底海山所致 中国官方对这一解释 依然不接受 海军第七舰队 星期一 也就是11月1号 昨天的时候 在发给媒体的一份声明中说 调查发现 康涅狄格号核动力潜艇 在印太地区国际水域行动期间 在此前未到过的一座 海底山脉上隔浅 就说他给出来这个声明说呀 首先他把这个范围说的特别大 他说是在印太地区 我印太地区多大呀 印度洋太平洋这么大的一个地区 然后呢 说是在国际水域 在一个以前从来没有到过的一个海底山脉上搁浅 这些个信息 然后美国之音说 海军的声明没有说明 这艘核潜艇当时所在的具体位置 以及为何撞上了水底海山 但第七舰队指挥官将考虑 是否向相关人员追究责任 美军太平洋舰队10月7日曾经说 康涅狄格号核动力潜艇 10月2日在印太地区国际水域潜航时 撞上一个物体 但没有人员受到危及生命的伤害 声明说这艘核潜艇保持着安全和稳定的状态 潜艇的核推进装置和空间未受影响 但仍可全面运行 自那时起 中国政府一直向美国施压 要求公布核潜艇发生撞击事件的具体地点 核潜艇当时在执行什么任务 以及是否出现了核泄漏 并指责美方遮遮掩掩 缺乏透明度和不负责任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 拒绝拒绝接受中国所说的遮遮掩掩 他说我们就事件发布了新闻稿 说我们掩盖事件很奇怪 有什么很奇怪到现在全都不清楚 在什么地方撞的 为什么会撞 对吧 现在就更扑朔迷离了 你说是撞了海底山 可是当时你可没这么说 为什么当时说撞了不明物体呢 对不对 现在又说撞了不明的海底山 那你要是撞了海底山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撞了海底山的 如果你当时不知道是海底山 那你过了一个月就知道是海底山了 对不对 而且呢 他第一次发布信息的时候 也不是当时啊 他撞的时候是10月2号 然后他发布消息是10月7号 第一次发布消息是10月7号 当时还说有可能是什么沉船啊 还有集装箱之类的 是不是 现在就更加的扑朔迷离 不光中国的外交部不接受 他的这样的一个报告 就连他们美国自己人也不接受的 然后美国之音就说 在美军星期一公布初步调查结果以后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美方对核潜艇的航行意图 事故发生的具体地点 是否在别国专属经济区 甚至领海 究竟有没有造成核泄漏 和破坏海洋环境的问题 始终没有明确说明啊 充分暴露了美方的不透明和不负责任 美国之音说 美国一些防务观察人士猜测 请注意啊 这是为什么我说连美国人自己都不相信 现在美国所公布的说 撞海底山 你看美国一些防务观察人士 他们怎么说的 他们说 能够长时间在水下低噪音航行的海军 康涅迪格号核动力潜艇 当时可能在距离中国不远的 南中国海国际海域 搜集中国军队的情报 并因为舰上人员可能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 导致潜艇撞上了一个物体 美国的防务观察人士 并没有去讨论 美国这一次所公布的说撞山 而是在继续讨论说 他们可能他当时在干什么 为什么会撞了 撞上的可能是一个物体 并没有说是一个山 这就是美国之音的一个报道 现在我们再来看德国之声 他对这个事是怎么看的 德国之声 他的这个标题是 美核潜艇确认撞山 南海是否遭遇核泄漏 问号 很显然德国之声 他们所关注的这个出发点 和美国之音就不一样 美国之音呢 是极力的想掩盖 极力的呢想推脱 极力的想避重就轻 然后他的副标题就说 美国一艘核潜艇 10月初在南中国海撞击了不明物体受损 你看明确指出就是南中国海 你说什么印太地区啊 然后接着说 现在美国海军确认潜艇撞上了一座海底山脉 此外 美军派遣了侦察机 前往相关地区探寻放射性物质 引发了外界对于核泄漏的担忧 中国政府称美国的做法不负责任 就是德国之声现在最关注的还是他的核泄漏 让人特别起疑的 就是美军还派遣了一个侦察机 到那个地方去探寻放射性物质 让人们呢就怀疑 他真的是核泄漏了 然后自己到那偷偷的到那去查一查 看看到底是不是核泄漏了 然后对了 德国之声就说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对媒体表示 已经查明今年十月初 康涅狄格号核潜艇 在南中国海撞上的不明物体 细此前未知的海底山脉 你看德国之声 他就不说他什么印太地区 直接就是说是南中国海 德国之声说 海军方面还将进一步调查 潜艇撞上海底山脉的具体原因 并评估这艘潜艇的损伤程度 海军正在决定是否继续追究责任 这是和美国之音一样 然后说此前 美国海军发布的消息称 潜艇的核反应堆推进系统并未受损 但是十余名受到了轻伤 或者中等程度的伤害 这是此前他们美国报道 说美国海军学会网站的新闻频道 最先报道了潜艇所撞物体 为事先没有在海图上标明的海底山脉的消息 但网站还称 潜艇损伤主要在前部的压载水舱 前部的压载水舱是哪 根据他们之前所发布的那个图片 它的那个伤的部位 是它中间的那个岛 中间岛前面那个地方 就是那个拐泊那个地方 这起撞击事故发生在10月2日 但是呢 美国海军一直到五天后 潜艇抵达关岛港口时 才对外通报了这一事件 据悉 在撞击事故发生后 这艘潜艇上浮水面 以较低的航速驶向关岛 但是有卫星图片显示 它在10月2号的时候 就在西沙的附近浮出了水面 前两天呢 有说这个康涅狄格号 被拖到美国的本部来进行维修 现在看来呢 没有 这个康涅狄格号现在仍然在关岛港口 然后德国之声就详细的说了 关于美国到当地去勘察的这件事情 然后他是这么报道的 他人引述了香港南华早报的消息 据南华早报的消息 尽管美军反复强调潜艇和反应堆没有受伤 潜艇状态安全稳定 但是美军用于探测放射性物质的特种侦察机 WC-135不死凤凰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就在周末呀 今天是星期二啊 就是星期六星期天开G20峰会的这个周末 被发现前往了南中国海相关水域 该榜援引的是中国智库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的微博指出 WC-135侦察机此前前往南中国海并不寻常 上一次该型侦察机在南海地区活动还要追溯到2020年1月 此前中国外交部以及国防部多次抨击美军 在此次核潜艇撞击事故中的不透明的处理方式 南华早报还援引了居住在香港的军事专家宋忠平的观点指出 WC-135此时前往南海 很有可能就是为了探寻潜艇撞山事故是否造成了核泄漏 假如这就是WC-135的真实目的 那就意味着美军现在发现撞击很严重 开始担心 以至于要派飞机来侦察一下收集一下信息 这就是美国昨天新公布的这个消息 然后引起来了舆论的哗然 那我现在呢 我就是想说一下哈 美国他新公布的这个消息呢 纯粹就是撒谎 他就是撒谎 首先很明显的一点就是 如果说你当时是那么说的 这还不是当时 还不是说10月2号 这是5天之后 你5天之后 那会儿如果你不确定 他是不是撞山 而且呢 那会儿你并没有说撞山 对吧 你说是有可能是沉船 有可能是集装箱 如果你那会儿你不肯定的话 怎么一个月之后 你现在又说是撞山呢 如果当时是撞山的话 你当时难道还能不知道吗 如果你当时不知道的话 你过后又怎么可能知道呢 对不对 你像这种撞击 你在哪儿撞了以后 你当时你不看看到底是撞了什么呀 如果是撞山的话 你还会不知道当时是撞山吗 当时肯定是知道是撞山呀 那为什么说在7号的时候不承认呢 在整个这一个月的过程当中都不承认呢 而现在要说是撞山呢 对不对 就说明他根本就不是撞山 这是其一 从时间线上来说 他不可能是撞山 第二 就从他那个部位上来说 他不可能撞山 你这一座山 对吧 一座山就贴着那个海底跟着呆着不动的 然后你这个核潜艇你就来了 然后上面有一个舵 我的手指就相当一个舵 你就来了 冲着山就撞 你怎么可能撞上这个中心岛这个地方呢 你怎么能撞那儿 你肯定是撞这个你的潜艇的头部啊 以前美国的核潜艇又不是没撞过山 以前都撞过山 以前那次撞山都把这个前部这儿撞得稀巴烂了 撞得稀巴烂了 你怎么能可能撞到这儿呢 你钻地吗 难道 你前面能钻到里头 然后你把这块你撞了 这是不可能 对吧 从他撞的这个部位上来说呢 他不可能是撞山 你只能是撞了一个在水里面漂浮的东西 他就在水里面漂浮着 然后呢 你这个潜艇来了 你的底部从这个漂浮的东西的底部过去了 但是呢 你这个岛这个地方撞到了他的上面 只能是撞了一个漂浮的东西 这是第二方面 第三方面 从他撞的这个程度上来看 他不可能是撞山 那个山 他就在那海底待着 很稳 那你这个潜艇 你撞过来的话呢 他这个冲击力会很大 冲击力会很大 然后他撞击的那个受的那个伤 不会这么一点 我们从美国公布的那个图片上来看 他那个伤其实并不太重 而且从那些人的受伤程度上来说呢 他也不重 如果你撞上山 砰一下 你就能撞上 对不对 然后这个撞击力 那人还能只是轻伤啊 上一次他们在海底撞山的时候 就死了是一个还是两个人 其他都重伤 而且是一共受伤了好几十 这回一共是十一个受的都是轻伤 或者是中等伤害 所以从这个程度上来说 也不可能 不可能是山 然后呢 再说他在哪儿撞呢 他说是印太地区 印太地区太大了 没有人认为你是印太地区 你就是在南海 在南海 或者说呢 你就是在南海那个西沙群岛那块 因为很显然 你到底到那干什么了 中国就一直追问 你到底到那去干什么去了 对不对 很显然 你就去侦查中国的那海军机翼去了嘛 你在西沙那个地方浮出来的 你撞击的地方很有可能就在中国的那个军事基地的附近 中国说你到底是不是到别人的专属经济区了 甚至你是不是到别人领海了 这个别人就是中国了 你老是说的那话呢 语言不详 都一个月了 你刚才说在印太地区那么大范围 中国呢 比较担心的就是 你到底有没有造成核泄漏 这是令人最担忧的一件事情啊 因为南海地区 它跟美国没有关系啊 美国不是本地区的国家呀 在那里生活的相关的国家不包括美国呀 我们的渔民要在那里打鱼 你美国的渔民不在那打鱼啊 中国人要吃那里的鱼 你美国不吃那的鱼啊 你要是造成那个地方核泄漏的话 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而现在根据美国的这个迹象来看 这种新的信息出来 就是你WC-135的这个飞机 这个侦察机 你为什么要到那去 对吧 两年前你为什么要到那去看看 我们经常在那种侦探电影里面 侦探片里面 你会看到那个犯罪分子 有的时候呢 他会偷偷的到现场去看一看 然后好根据现场的情况 来继续编瞎话 这就是美国现在干的事 说的都是瞎话 骗人 这事儿啊 地区国家是不会放过你美国的 说实在的 我认为啊 就是美国这个潜艇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撞上了什么 中国我相信现在已经知道了 中国是知道的 他应该就是撞上了中国的一个什么东西 现在中国呢 是知道的 只不过我就不给你点破 我就看你美国 你还能怎么表演 你说不说实话 你什么时候说实话 我们都知道呢 星期六新一天的时候 在意大利的罗马 召开了G20的峰会 在这个峰会开幕之前 拜登一到了罗马 就和马克龙会面了 那他和马克龙会面的时候呢 这个拜登啊 老脸都不要了 就极力的来安抚这个马克龙 并且呢 拜登还做出来了特别不仁不义的事 就是在背后捅了澳大利亚一刀 这件事情呢 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做视频跟大家介绍了 拜登跟马克龙说 说我们并不是有意要抢你的 这个核潜艇的大单呢 我们实在是不知道 澳大利亚没有通知你们 结束你们之间的合作关系 因为澳大利亚跟我们讲说 他和你们之间已经没有关系了 你们之间的合约已经终止了 我们实在是不知道 好那这样一来 你向马克龙传递一个什么信息 那不就是说呢 对于马克龙来说 澳大利亚就是撒谎了 就是说澳大利亚呢 并没有通知马克龙 结束他们之间的关系 或者说呢 他们之间的这个合同关系并没有结束 但是呢 澳大利亚却告诉美国说结束了 那你澳大利亚不就是撒谎吗 不就是欺骗吗 对吧 果不其然啊 结果啊 昨天的时候 马克龙在G20 接受澳大利亚记者的采访的时候 马克龙就说了 说做人啊 应该诚实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观 应该诚实 然后澳大利亚的记者呢 就问马克龙 那你认为澳大利亚诚实吗 他说不诚实 澳大利亚不诚实 然后呢 澳大利亚记者就问说 那你认为莫里森他撒谎吗 然后马克龙就是说是的 他撒谎 这样一来呢 你说这个澳大利亚的总理 这脸我哪哥呀 对吧 马克龙当着全世界的面 等于说就指控这个莫里森 撒谎 指控澳大利亚的整个国家呢 全都是不诚实 但是马克龙解释了一下啊 马克龙说呢 他对澳大利亚人民 以及对这些记者是没有意见的 你们都是好人 就是澳大利亚的政府不担力 他们都不诚实 是撒谎精肯 澳大利亚呢 现在就坐不住了 从总理到外长副总理 现在呢 全都隔空和法国总统马克龙 开始了骂战 所以马克龙你什么玩意儿啊 我们之间只是签订了合同 合同是有条件的 你要是不满足这条件 我们是可以终止的 我们有没有偷你什么东西 我们偷你什么东西了吗 我们偷你的阿弗尔铁塔了吗 你马克龙你就这样骂人 就这样侮辱人 这两家呢就开始了这种隔空的骂战啊 结果呢 这个拜登就在背后偷偷乐了 澳大利亚呢 就不敢说拜登一个字 对吧 不敢说拜登一个字 法国也不敢说拜登一个字 这就是什么呀 谁的腿粗啊 还是美国的腿粗啊 法国也不敢得罪美国 也要抱美国的大腿 美国只要是放出来一个台阶 法国就得赶紧下来 那澳大利亚呢 即便是美国捅了他刀 那澳大利亚也不敢抱怨啊 也不敢抱怨 我们就知道澳大利亚呢 就是因为为美国冲锋陷阵 而得罪了中国 把中国这样的一个大金主啊 给得罪了 一下子失去了几乎中国所有的市场 就算是中国在入冬以来 煤炭短缺 电力短缺 急需煤炭 虽然中国呢 一开始的时候 照了澳大利亚的五个运煤船 把他五个运煤船的那个煤啊 给他卸了 当时澳大利亚呢 挺开心 以为说他们 一直都在中国的口岸外面 等着的那个六十多艘的那个运煤船 以为这一下呢 都可以卸下 然后回家了 没成想啊 中国就卸了他们五艘船以后呢 就不卸了 根据美国的报道 说中国呢 现在一下子呢 就进口好多的煤 从哪进口呢 一个是俄罗斯 美国的媒体NBC 还贴出来一个这个卫星照片 就看到在俄罗斯的港口 一列一列的火车拉过的那个煤呢 在装船运到中国 同时还有报道说呢 中国还从美国进口煤炭 从加拿大进口煤炭 中国从俄罗斯呢 一下子进口了370万吨的煤炭 从美国进口的更多 进口了700多万吨的这个煤炭 从美国进口煤炭的这个比例呢 一下子增加了900% 同时从加拿大也进口了煤炭 就是不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 澳大利亚说他的煤炭是最好的 没有关系你爱好不好 我们不用你的 澳大利亚真的是傻眼了 傻眼了被美国捅刀 美国不仅仅说 在和法国之间的这个核潜艇 这个问题上 美国呢现在在G20峰会上 出卖了澳大利亚 背后捅一刀 在和中国的这个贸易上面 也抢走了澳大利亚的市场 那我今天呢我还看到 就在这个G20峰会期间呀 澳大利亚被美国出卖 被美国捅这刀的同时 我看到呢 环球时报老胡写了一篇文章 老胡这篇文章呢 简直就是 又往澳大利亚的伤口上呢 撒盐 撒了一堆盐 准确的说呢 其实不是老胡 往他的伤口上撒盐 而是美国往澳大利亚的伤口上撒盐 老胡呢 只不过是报道了这件事 那这是什么事呢 我们来看看老胡的这篇文章 老胡的这篇文章呢 他的用词啊 他的语气啊 非常的洁气 我就给大家读一下他这篇文章 他这篇文章的题目呢 就是澳大利亚想让美国补偿 对抗中国的损失 结果被一口驳回 还有这事呢 澳大利亚呢 在中国的损失 他想让美国补偿他 他怎么想让美国补偿他 以什么形式补偿他 怎么提出来的 我们来看一看老胡的报道 老胡的报道呢 上来是先是引用了美国CNBC的这个报道 说根据CNBC27号的报道显示 说中国正在从俄罗斯等国增加煤炭进口 但不包括澳大利亚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澳大利亚正因为对抗中国而承担后果 而且是直接的经济损失 讽刺的是 澳大利亚紧跟美国的步伐才这么做的 而美国却在通过澳中对抗获益 增加了相关产品对中国的出口 于是澳大利亚心里就不平衡了 想着是不是从道义上 应该劝说美国捞到一些补偿呢 结果呢 谈钱是很伤感情啊 说据美国这个CNBC报道 海关的数据显示 中国九月份从俄罗斯进口了大约 三百七十万吨的动力煤 这是电力生产的主要燃料 这一数字比八月份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八 比一年前高出了百分之二百三十以上 从俄罗斯进口煤炭激增不是一次性的 自五月以来 中国每月从俄罗斯进口的动力煤 比2020年增加了一倍到三倍 今年的阅读数据也远高于2019年疫情大流行之前的水平 这都是美国的CNBC报道的 老胡只是转述 然后接着说 俄罗斯不是从中国煤炭进口激增中获益的唯一国家 中国的海关数据显示 中国上个月从印度尼西亚进口了三百万吨的动力煤 比八月增长了百分之十九 比2020年九月增长了百分之八十九 此外 美国加拿大等国对中国煤炭出口都猛增 尽管对煤炭的需求增加 但海关机构的数据显示 自2020年底非官方禁令实施以来 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动力煤仍然为零 澳大利亚曾经是中国最大的进口煤炭来源国 但在澳大利亚支持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对北京进行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调查之后 两国之间的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澳大利亚对抗中国的步调与美国一致 恶化于2016年下半年 但中国一度非常克制 只把不满限制在外交领域 然而肯培拉政府却得寸进尺 一再挑衅终于求仁得仁 在2020年4月 当时澳大利亚政客们要与特朗普联手 借新冠肺炎疫情攻击中国之后 中国采取一连串的贸易行动 澳大利亚从煤炭到葡萄酒的十几种产品出口大受影响 虽然这些产品的对华出口受到影响 并未对澳大利亚的经济造成根本性能冲击 这也是澳大利亚至今对中国强硬的底气所在 澳大利亚联邦银行28日甚至将今年澳大利亚GDP增长预测 从此前的3%调高到了3.5% 明年经济增长预测 从4%调高到了4.4% 但是澳大利亚相关行业的损失却是双筋动骨的 损失有多大呢 我们来看一看澳大利亚向世界贸易组织告状实的说法 世界贸易组织26日同意成立一个专家小组 审查中国对澳大利亚进口葡萄酒征收关税的措施 澳大利亚政府方面表示 北京方面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葡萄酒征收高达220%的关税 对澳葡萄酒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从征收葡萄酒关税以来 澳对华葡萄酒出口迅速下滑 截止到今年6月份的半年中 中国进口澳大利亚葡萄酒只有1300万澳元 折合人民币6200万 远低于去年同期的4.9亿澳元 这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只是去年的一个零头而已 澳大利亚葡萄酒协会上周发布的数据显示 自去年11月以来 澳对华出口葡萄酒总计2.74亿澳元 同比下降77%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称 这一举措结束了澳葡萄酒行业最赚钱的对外贸易 怎么办呢 澳大利亚想到的不是结束对抗中国 而是想让美国给点补偿 澳大利亚的金融评论报28日报道说 澳大利亚建立补偿基金的想法获得了一些支持 就是建立补偿基金 这是澳大利亚想出来的一个办法 那么他们现在呢 也获得了一些支持 都获了什么支持呢 我们来看 美国的前高级官员罗伯特多纳 开始支持建立了一个多边的基金会 为那些因对抗中国而利益受损的国家 提供某种形式的补偿 包括澳大利亚 对澳大利亚来说 可惜的是罗伯特多纳只是一个前官员啊 在拜登政府内的影响非常有限 多纳曾经在小布什和欧巴马政府期间 任财政部亚洲事务副助理部长 现任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 就是一个智库的一个研究员 就是平头老百姓一枚 然后这报道说 即使这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前官员也知道 要让美国出钱补偿澳大利亚有多难 他警告说 如果想让澳获得的补偿金 与实际受到的损失相当 那是非常困难的 困难来自于美国有自己的利益要维护 现在人们看到拜登政府将继续 特朗普与中国达成的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根据该协议 北京同意购买更多的美国农产品 这与华盛顿发出的支持澳大利亚等盟友的信息相矛盾 实际上澳大利亚政府几个月前就向美国提出来了建议 想让美国给予补偿 5月份的时候澳大利亚莫里辛政府的中国问题顾问 经济委员会成员泰德奥布莱恩声称 中国正在将贸易武器化 而应对这一问题的最佳方式 是让盟国共同资助一个补偿计划 以支付经济受到攻击的成本 协调合法的报复行动或扩大军事联盟 这个奥布莱恩的方案是建立一个联盟 然后联合资助一个补偿计划 比如用贷款或者赠款来支付成员国 经济受到攻击时遭受的损失 为了让这个补偿计划变得更加有吸引力 这个奥布莱恩呢 用了大量的冷战式的语言来攻击中国 什么共产主义中国正在将贸易和投资武器化 以寻求原本是帝国会使用武器冲突 来实现它的地缘战略成果 所以通过集体安全和互助 打击共产主义中国的经济胁迫 应该成为自由民主国家的优先事项 那7月的时候呢 澳大利亚的贸易部长丹特汉访美 因为对抗中国遭受的损失是此访的重要内容 他在接受采访时慷慨沉词的说 如果必须要为此付出经济代价 那么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去接受 那澳大利亚高调的喊着的这个承受 显然就是想让网友们一起承受 对应的美国也在口头上高调的表示了支持 但正如彭博社所说 美国目前为止 并未做出任何超越口头上的实质行动 一名网友在推特上尖锐的评论说 哈哈美国正在取代澳大利亚 向中国出口葡萄酒煤炭牛肉和大麦的份额 美国不是在帮助 而是在搞砸澳大利亚呀 另外一个网友说 什么盟友啊 只有利益最重要 那么美国为何没有支持澳大利亚 对所谓的中国经济胁迫 采取行动呢 公开的解释就是 由于缺乏促进这一战略的正式机制 和国际贸易规则 美国退出的国际机制 打破的国际贸易规则多了去了 什么时候这么遵守法纪国呀 显然这只是一种冠冕堂皇的一个开脱了 而他的实际行动呢 正好相反 抓住机会从澳大利亚与中国的贸易争端中获益 香港的南华早报的报道称 中国宣布不受欢迎的澳大利亚商品清单 包括葡萄酒和煤炭 北京对这些产品的非官方禁令 以及对澳大利亚冷冻牛肉供应的限制 让美国出口声纷纷涌入 并开始填补空白 中国海关公布的7月份最新的数据显示 澳大利亚连续第8个月没有向中国出口任何煤炭 而美国向中国出口了63.6万吨煤炭 价值是1.17亿美元 美国出口商向中国销售的瓶装葡萄酒 也比澳大利亚多得多 7月美国向中国出售了价值近350万美元的 装在最多两升容器当中的葡萄酒 而澳大利亚则出售了价值是40万美元的葡萄酒 澳大利亚葡萄酒出口一直受到中国 今年早些时候正式征收的反清交税的影响 这使得澳大利亚的葡萄酒 与其他葡萄酒出口相比竞争力下降 以及北京在11月实施的非官方禁令 牛肉是最新加入美国 以牺牲澳大利亚为代价的出口清单 今年美国对中国的牛肉 每月出口量增加了一倍以上 美国在冷冻牛肉出口方面超过了澳大利亚 多年来一直有澳大利亚占据大主导地位 南华早报援引专家的评论说 尽管美国政界人士一再承诺与澳大利亚站在一起 反对北京的经济胁迫 但是华盛顿正在将自己的经济利益置于其盟友的利益之上 说一套做一套 美国财富杂志最近刊文警告说 对抗中国澳大利亚最终或许落得孤立无援 文章特别提到 今年5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坚称 美国不会让澳大利亚孤立无援 但是华盛顿并未表现出兑现这一承诺 而承担成本的兴趣 不愿意承担成本又想兑现承诺 当然是瞎扯了 不过呢 这也怨不得美国 美国在多条战线上要对抗中国 动用了大量的外交资源 盼着美国撑腰的国家可多了去了 立陶宛驻华大使被要求离境 美国要表态吧 捷克少数人操弄涉台议题 美国要站台吧 中俄战电日本列岛绕一周 美国要做出反应吧 至于说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有钱的很 自己先扛着吧 最好扛的能久一些 美国就能捞到更多的好处 智商严重不在线的澳大利亚 哪里逗得过美国呀 连连的被美国捅刀撒盐 还傻傻的为美国卖命 好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收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